在國中也讀過 這三個會比較單純一點 那在這種狀況下面 在高中其實最重要的是 鞍 然後酸跟鞍、縮基跟鞍加起來以後 它會變成吸鞍 這兩個之所以重要 是因為它牽扯到生化的東西 也就是說以後的鞍基酸等等和肝酸 都會牽扯到這樣的一個結構 醇 酸加醇 醇會變成紫 這種東西 然後紫再加上臘 它會變成燥 這是我們國中所讀過的一個東西 高中這邊又加了一個新的東西 這個叫做全基 這個叫做銅基 之所以會把這兩個核弊 來討論 是因為如果 這邊相同的話 它會有一個 溢溝度的一個產生 在這種 情形下 各位 各位還可以看到所謂的 一類的東西 國中應該交貨 因為跟這兩個是易購物的東西 這個在裡面的講義上面 呃 這個在裡面的講義上面 這個在裡面的講義上面 有寫的一行字 這邊是說 這個東西不是所謂的關門基 它只是結構的一種 在這樣的狀況下面 呃 會比較容易弄混 因為 當這邊接 這兩個下去的時候 就變成 全 對不對 假全就是這個東西 如果說這邊兩個 把它接成碳 會變成 同類的東西 如果說 這邊把它接到 一個 心機上去 這邊就變成 縮機 所以這一個東西 只是一個 結構 而不是一個 關門基 這個最主要的 是要看 這兩邊 它接的是 什麼東西 所以 在高中的有機化學上面 它只會要求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從一個結構裡面 讓你去找 這一個結構裡面 勇滿先 關門基 他們一月份 才參加學測的兩位 跟我在討論 有關於他們的化學的時候 對於這種事情 的確造成了他們很大的困擾 那 問題就是說 他們在接觸 這樣的一個 練習的時候 他們的機會比較少 那 在這種狀況下面 的確有很多時候 會有一些 麻煩的產生 所以 請各位 翻到第二頁 翻到第二頁 各位還可以看到 兩個 關門基 一個是 消基 一個是 塞內 那個東西 原則上 這兩個東西 只是 取代基 它們沒有太特殊的 所謂的 光譜的一個出現 所以 在整個高中化學上面 最後面那兩個 是 不討論 是不討論 好 我們來看 範例一 第一個 甲醛分子中間 有哪一些 關門基 所謂的 腳拳 就是 這個是拳 這一個 之所以 說 它說 它是 判基 是 是 因為 這兩個 東西的 一個因素 所以 呃 像 這樣子的 狀況 會 比較有 爭議性 會比較有爭議性 所以 根據我們的經驗 這種 題目 是不會 不會出現 比多說 最標準的答案 是 它有一個 拳擊 的出現 好 第二個 維生素 B5 下面有一個 結構式 然後 他說 含有哪一些 關門基 輕肌 沒有問題 OH 的東西 這沒有問題 D ABCD 的D 縮肌 也沒有問題 西安肌 也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是 B跟C 為什麼 它沒有 銅基 請各位 先翻開 十二頁 往後翻 往後翻 翻到十二頁 請你把下面 全類的 有一句話 把它畫起來 連接兩個 碳原子 才稱為銅 也就是說 碳基 的那個碳 要連接兩個 碳原子的狀況下面 這個才叫銅基 了解這意思嗎 好 為什麼沒有 鞍基 這明明有一個 NH的東西 對不對 為什麼沒有鞍基 請你翻開 第二十四頁 往後翻 翻到第二十四頁 請各位看 那個 鞍類 與西鞍類的結構 那個 A的部分 鞍分子中的 青被 頑基 取代 請各位把它頑基 畫起來 取代了有基化合物 才叫做 鞍 也就是 也就是說 這邊 所出現的狀況是說 第一個 它這個碳這邊接的是 接的是N 所以說不會是銅 然後 這一個 這個 這一個部分 各位請看 這一個部分 這個是 這個 算是 頂酸 所以說 它不是 頑基的狀況 是因為說 它這邊 有 有一個 整個的 一個 酸的一個 結構在這邊 所以說 它不是一個 頑基的 一個狀況 就是因為 這個樣子 它 沒有辦法 稱為 鞍 而必須要稱為 西鞍 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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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西鞍 這個東西叫做西鞍 這個東西叫做西鞍 對這種題目 往往會造成一些 誤會 或者是說 我稱為這 叫做過 過分分析 也就是說 你把這些 觀人機背的滾瓜爛熟 然後去看一個 分子結構的時候 你把它弄得 太 太細 太細到一種狀況 往往會造成一些 不必要的 困難 好 各位看下面那個東西 海洛英的 這個 觀人機 這三 還有 最後 那個 鋪頭茧 的 就是 練習的三 練習的三 這 範例二 然後下面的範例一 以及 練習的三 這三 這三題 很有意思 我看了大概六七個學校的 段考題目 都有這三 今天早上有一個新聞 很有意思 台中醫中考段好 國文科 考完以後 他們學生的反應是說 跟 某一個書商所出的 習作文 內容相似度太高 也就是說 那個老師更在抄了一些書商的題目 然後來做段考的題目 結果 台中醫中就做了一個 處置 所有的國文 全部出口 因為他們是段考 所以說無所謂 但是 如果說這種事情發生在 發生在 高中的 普通高中的 一個段考上面的話 這種事情就完蛋了 我看了五六個學校的 高中段考題目 高中化學段考題目 幾乎是天下文章一大抄 而且抄到一種程度 他們連這個圖都在抄 說海洛因都是海洛因的圖 說骨頭鹼都是骨頭鹼的圖 然後維生素B5 那個頂多後面的選項會有一些變化 但是這些圖 通通不會變 也就是說 那些高中的老師 就是這個學校抄那個學校 那個學校抄那個學校 然後呢 建國中全就做了一件 非常有大的事情 把這個所有學校 全部拉到這裡面 所以 這裡面所能夠 看到的幾乎都是 各學校的導演 各位看那個範年二 剛剛已經講過了 下面的海洛因 第一個乙溪 乙溪在哪裡 乙溪就是 就是 這個東西叫做乙溪機 這個東西叫做乙溪機 然後呢 氫機沒有 沒有OH的東西 碳機 沒有CO2 的東西 旁邊都有接東西 然後呢 在Phenol這一件事情 等一下 我們講分的時候會講到 這裡面沒有分機 但是呢 碳機有 最後的全機 全機沒有 就是COH 這個東西沒有 所以說他只有這一個東西 它把它單獨列出來 那 這種題目 就比較會有爭議性 各位看那個 巫頭簡那個部分 這個好像以前在 聯考中間 考過 考過 考過這東西 所以 你可以看出來 它中間 有 泥的部分 C O C 的部分 是泥的 然後呢 紙機 這個 本環的那個地方 本環的那個地方 是紙 然後呢 氫機OH的 就比較好找 氨機的部分 請各位看那個 中間有一個蛋 那個蛋 那個蛋 就是一個 氨機的部分 那個蛋 是一個氨機的部分 這個氨機 就比較難找 所以說 中間比較難找的是 紙跟氨 那個氫跟泥是比較好找的 各位看到了嗎 如果我看到的話 你可以用你的筆把它畫起來 第三頁 這邊有一個錯 A B C D E M G 的G 是否已吸它的分子式是錯的 C D C F D E M G 請你把它改過來 C D E M G C D E M G 在H那個地方會牽扯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講的一件事情叫做俗名 跟學名中間的一個差異性 好比說六律畫本 六律畫本這一個有機化合物 它根本就沒有本環 但是中間就偏偏出現一個本字 所以在這邊會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出現 其實它只是一個一個環環 然後它的律取代了部分的青 取代了部分的青 所以說六律環幾環這個東西 我們平常的俗名叫做六律畫本 這一點要跟各位先說明這件事情 因為這是俗名跟學名中間的一個很尷尬的地方 各位翻到第四頁 請各位把範例二把它勾起來請你回去 把它相關的一個過程把它寫出來 相關的過程把它寫出來 範例五 A跟B 請各位回去上網去查 也就是說你Google把這個字打進去 請你把它的結構式把它列出來 來 因為D跟E 前面都已經討論過 PVC 原則上前面也討論過 這些都比較沒有太大的問題 下面我們要討論 有兩組名詞 這兩組名詞 會運用在所有的官能機上面 在這樣的狀況下面 以後的純 鞍 吸鞍 很多種的有機化螺族 只要有關聯機的 都會牽扯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還有酸 好比說 我們講一元二元三元的時候 是說數量 什麼數量呢 就是關聯機的數量 那一級二級三級呢 是指的 連接關聯機的碳 的狀況 我們先講純 以純來講 一元就是 一個 不管是完機 尤其是完機 兼一個親機 叫做一元 一個 然後呢 如果說今天 他接了兩個 叫做二元 如果說他接了三個 叫做三元 那 如果說這樣的話 原則上還可以接很多下去 對不對 但是我們只講到三元 這個問題 好 那請問各位 好 我們說 這個親機 取代了一個親 然後這就變成純 對不對 對不對 那請問 有沒有可能 這邊 再取代一個 可不可能 一個碳上面 接兩個親機 可不可能 如果說可能的話 就可能接三個 對不對 對不對 既然三個都接得上的話 第四個一定接得上 對 有醫生嗎 沒有 打 我已經太緊張了 自己呢 OK 提一下 你看 各位看 四氯化碳 是不是 綠 把 甲烷的氫 全部都取代了 對不對 叫四氯化碳 對不對 是不是 那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是 對 五氯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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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法碳 兩えっ 五氯化碳 六氯化碳 五氯化碳 四氯化碳 五氯化碳 四氯化碳 五氯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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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氯化碳 只能讓他接一個 就接不下去了 所以 這種東西 不會產生 為什麼呢 這個地方寫不下去 那你說這個地方為什麼寫得下去 因為他是在兩邊 這個還是在兩邊 然後一個在中間 還擺得下去 這兩個東西在一起 他就擺不下去 問題就產生在這裡 好 一元 二元 三元 好比說 三元的話 我們是說 乾油這個東西 飲三醇 這叫做飲二醇 所以說 這個 一醇 二醇 三醇 就是所謂的一元 二元 三元 這些指的都是觀人基的素量 一級 二級 三級醇 就不是這樣的講法 當我們講一級醇的時候 接關人基的碳上面還有兩個氫 他只接一個其他的結構 這種叫做一級 以此類推 當他的碳只接一個氫的時候 這種叫做二級 當他的碳一個氫都沒有接的時候 這種叫做三級 這是指連接觀人基碳的狀況 我們下面還會碰到一個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 各位來看一下 這個東西可以變成 縮基可以變成 安基可以變成 西安 可以變成 全紅都可能 全紅都可能 起碼 會有一級 二級 三級的酸 一級 二級 三級的安 一級 二級 三級的香 尤其是 這兩個東西 這個比較少 這個比較少 所以 當我們講 一級 二級 三級 的時候 請你 同時能夠反映出來 這上面的觀人基 我們先把這個放進去 起碼會有兩個 一個是安 一個是酸 一個是酸 一個是酸性的 一個是淨性的 其碼會有這兩個 因為有這兩個 所以 它就會 有一些 不同的一個結構出來 這是我們 在談 有機化學觀人機的時候 各位 必須要注意的 兩組名詞 這個是 其實應該是形容詞 也就 一元 二元 三元 然後 一級 二級 三級 這一點 請問有沒有問題 這邊講完的話 起碼你要知道 一個 純 酸 鞍 這三個東西都有 一級二級三級 然後 都會有 這個 一元 二元 三元的一些問題出來 OK 可以嗎 好 我們看下面一些敘述 這下面的一些敘述 金屬原則上 是所謂的 一些嘗試 所以說 我會 我會講得比較快一點 在乙醇的部分 請各位看第六頁 乙醇的部分 有關於 實驗室 處理金屬蠟的部分 這一件事情 請你把它畫起來 因為 這一個是 蠻特殊的一個狀況 在下面來講 有一個圖 有一個圖上面 目前有些國家 將乙醇作為 汽油的添加劑 其實這就是所謂的 生植柴油 所謂生植柴油 其實就是酒精 就是酒精 所以我們會用玉米去做生植柴油 對不對 你們家裡的廚房有沒有米酒 直接加油吧 米酒有兩種 米酒有兩種 怎麼絲絲有兩種 一種是米做 一種是玉米做 我們所謂的紅標米酒 現在是一瓶二十七塊 退瓶可以退兩塊 然後 說到這一點 每次都很可不平 我每次請我兒子 幫我去買米酒 然後 我說 麻煩你幫我到商店去買瓶米酒 然後我就給他三十塊 說不夠啊 我說一瓶二十七塊啊 這樣不是很麻煩嗎 你拿五十塊錢來比較好找 所以說他每一次 非要我給他五十塊錢 他才願意去幫我買一瓶米酒 然後呢 最後 因為他去的時候 都被帶那個空瓶子去退 所以所有退瓶的錢 他通通通是拿好 好 曹德文是他的跑路費 我們所有的紅標米酒 或者是說叫料理米酒 全部是用玉米去做成的食用酒精 加水 還有加鹽 這是我們規定 所以 因為這是真六出來的東西對不對 所以有一陣子 我們被WHO要求 這個酒 必須要按照真六酒來開一個瞌睡 所以說那個時候 一瓶料理米酒是一百一十六塊錢 然後台灣全天下大陸 因為燒酒雞吃不到了 因為燒酒雞吃不到了 薑母鴨吃不到了 薑母鴨吃不到了 什麼都玩 然後 那個時候來 大家就去買這一個酒 在品名上面 它叫米酒頭 這個中七是量造 所以 所以 它一瓶賣四十八塊 或最高到六十塊 WHO不講話 因為這是叫量造酒 這叫做真六酒 然後我們跟WHO 去爭取 說 這是我們 華人 在料理上面的一個 特殊的一種行為 然後把WHO 表示理解 所以說 降價降到 一瓶連瓶二十七塊 差不多 五倍 五七三十五五二 四倍 四七二十八 差不多四倍 四倍多 好 好 以二臣可以做 抗凍劑 這一點 是我們 算是常識 台灣 台灣的氣候 絕對不需要加抗凍劑 即使 有飄雪的那幾天 也不至於說要加抗凍劑的状況 也不至於說要加抗凍劑的狀況 好 下面有一个丙三纯的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甘油 最主要这个甘油是要做消化甘油 然后这个 H 变成 NO2 这就是所谓的 消化甘油 那消化甘油是一种液体 所以很早以前他们用这种东西做出来以后 把它想办法吸附在其他的东西上面 可以作为一个炸药来使用 后来就用消化纤维 好 这边有一句话 丙三纯也有扩张血管的功能 可以用来当狭心症的急救药 就我所知道 这种药是用消化甘油所做成的 而不是用丙三纯做成的 也就是说 这种叫做舌下片 很小一瓶 大概瓶子比这个 分比 直径出不了多少 里面呢 这么小一瓶 里面有一百片 所以说你可以知道 那个药病很小 很小一点 然后 有心脏病的人 在心脏病发的时候 会非常非常沉痛 这个时候他们就会 你拿一片放在舌头底下 然后 是用含的 不是用吞的 所以说这种药物 叫做舌下片 这个舌下片 虽然说那一瓶 有一百克还过五十克 最多含三颗 也就是说 含一颗是让你去 去急诊 到急诊那边 他会再让你含一颗 然后 最多让你含到三颗 就不能再含 很便宜 很便宜 那个药不贵 所以说 那个时候 我妈这些 含的舌下片的时候 我就跟我妈讲 那种吃药物是炸药 所以应该不是 顶三醇 应该是 消化肝炎片 应该是消化肝炎片 好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礼拜五我们继续讲 礼拜五我们就要 讲一个比较更麻烦的东西 叫做分 对 我